那第一道问题呢就是在于 因为有coming from这个Mr.Marty 就是他有想问一下 塑料厂家呢在阿里巴巴有什么机会吗 还是已经被中国的这些厂家 已经是占了那些地位 也许Mr.Davis你就是可以 大概给这个Mr.Marty一个解答 或者是一个答案这样子吗 你指的是就是这个客户 提的问题是关于塑料厂家的话 再就是说有什么就是说有优势是吗 对有没有什么优势 还是已经被中国就是占了那一个地位 首先一个我觉得就是原材料 这个产品这个类目的话 就是category 整体在网站的这个流量 其实是不高的 这个是就是说从网站侧来看的话 但是因为原材料的话 是属于大宗物料这一块 那相对来说这个转化是相当高的 这虽然是流量低 但是它的一个就是相对来说 如果是说买家有这个需求 上了网以后的话 它对应的这个转化是非常高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中国的供应商 他们其实大部分的产品 因为其实我们其实中国这一块供应商 很多原材料也都是进口的 比如说从沙特或者是如果是说塑料粒子的话 大部分都是从就是海外进口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自己自产的这些 就是说如果是 如果是说我们讲的塑料的话 里面有微料或者是怎么样 那如果是百分之百原料的话 我告诉大家 基本上都是从海外进口的 如果从沙特啊 或者是尤其是尼龙这些产品的话 尤其是比如说这一季次性产品 那我们更多的国内的生产产家 他们做的都是什么 原材料进口完以后 可能有一些微料的一些产品 那包括现在的话 其实就是中国的供应商 目前为止的话 中国的就是我们前段时间 刚刚出台了这个限速令 也就是说所有一些相关的产品 所以说这一对于很多商家来说 原来他们通过低价格产品竞争的话 这个他们必须去做一个产品升级 那本身现在我觉得马来 他们比如说这些材料 或者是Rubber 或者橡胶这种产品的话 其实本身就是原产的优势的 所以这块的话 我觉得倒是 尤其是比如说国内的 这些限速令的出台以后的话 我觉得对于就是马来西产商家 其实是一个机会 尤其是海外的供应商 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材料是进口 而且中国供应商好在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竞争是在于就是说 很多原材料进口完以后的话 他们会去做一些调整 就是我们叫感性量 也就是跟其他的一些 最劳力制作肯办完以后的话 能够就生产出这种新的 新能的材料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是国内商家的一个优势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潘先生得要看一下 就是说您现在的 这个具体的原材料指的是哪些 然后的话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要 作为一个错误竞争的话 那我觉得可以先看一下 目前比如说您现在的这些产品 哪些是有这个原产地优势的 那然后去做一个针对性的一个 就是这个商品的一些调整和曝光 而不是说你手上有什么东西 而且呢 阿里巴巴如果是说 你可以去做outsource 就是说你因为很多工厂的话 如果是工厂的话 它的产品线比较单一 但是呢 我建议就很多 就是生产性这样 你如果为了在阿里巴巴上 获取流量什么东西 你可以去做一些outsource的一些动作 来扩大自己的这个patterline 然后还有这个产品线 提升自己的进展能力 好吧 这是我给这个一个回答 谢谢 好的 对对 是非常的同意Devis的这个分享 就是说这个在塑料的这些厂家呢 还是很有机会 就是可以打进中国的一个市场 因为你刚刚有说到 中国的这一个市场呢 其实是有很多那些厂家 是就是跟外面的那些国家 进口那些一些原材料 对吗 so还是有一些优势在那里的 好 谢谢Devis你的这个答复 好 那另外一道问题呢 就是也许是需要Mr.Punk来 为我们这一个 identist解答了 好 那这位identist的 他是问 政府有什么就是可以帮助到 我们就是这些 企业或者是出口商 尤其是现在的公司基金 是很短缺 so Mr.Punk 你会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分享吗 关于这个政府的帮助方面呢 其实你可以refer那个MOF的website 就是财政部的那个网站 所以他们基本上已经把那个Benzana的那个incentive 放在他的网站上面了 然后以我所知道的SME Corp 他们也有一个就是短期的贷款 可以帮助到那个商家的啦 那个link刚才我已经回答了 其实 是Catherine的 好 因为这一位 这一位 Denis呢 他是问一下 就是阿里巴巴呢 有没有一个就是free account 这样子的 就是给你试用 给这些商家来试用这个go membership之类的 那我来回答吧 好 实际上我们是没有一个怎么讲的一个try account啦 OK 目前我们有的是一个free account吧 free account I'm in coming soon呢 我们也是会慢慢 stay off啦 因为老实讲说 free account我们没有一个quality的控制下面呢 他们就很多商家 他们用这平台去post产品呢 有寻到一些价钱啊 或者是一些order呢 把这些商家是没有验证过的 很难去担保 就是讲说 计划方面啊 collection payment那边方面呢 会不会有出问题 所以我的answer是没有的 嗯 好好 可以的 好 谢谢Catherine 谢谢 好 那么呢 还有另外一道问题呢 其实就是关于到中国的这个卖家 那 我想请 要请一下David来回答这一道问题好吗 so 其实是他是想问到 中国的卖家呢 那么强哈 尤其是在这个价钱的这个方面上 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些卖家呢 就是这些celler呢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要如何怎么样去竞争 与这种中国的这一些卖家去竞争呢 那我要回答一下这个客户的问题啊 首先一个呢 好 我觉得就是我从我自己原来作为买手的一个角度去考虑啊 就是说中国的供应商 就是每一个网站都有一个价格竞争 就是每一个网站都有啊 就是price的这个竞争 尤其是FOB的价格 但是问题是我作为买手来讲的话 价格是一个我们考虑的一个因素 因为我们我们买手看的是什么 我们叫total cost 除了这个就是说FOB价格以外的话 我们更多的考虑的是这个供应商 因为B2B买家 他不是说我一次性买 就是买一次 OK我以后就不合作 我们是比例买家的话 他想找的是一个长期合作稳定的供应商 跟这个供应商一起成长 然后的话呢 然后达到一个就是说我们叫cost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下降 成本的一个下降 所以说呢 从来都不是说我价格是唯一一个主导因素 那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说 供应商的这个本身的配合能力 然后质量价格交集 还有包括对你的服务 这块是我们要考虑的 就是说但是价格这块也会有很多意思 尤其是像印度啊 或者他们就是说价格给低一点 那很多的话我觉得就是对于商家来讲的话 更多在跟买手或者是买家沟通的时候 你要去告诉比如说买家的话 我自己的供应商的能力在哪里 也就是说我能提供什么样的service 对吧 我的service跟其他比 然后我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卖点特点 这个是就是我的产品的一个 就是说价格高的原因是 比如说我用了一些进口的零部件 对吧 跟其他的比 那你可以去试一下 那这种的话我觉得就是其实买 就是商家要在和买手沟通的时候 去就是说违避掉 就是说这种价格方面的一个 就是说这个去讨论 而更多的是说转向 就是说商家能力啊 包括服务啊各方面 这方面是我给到的 就是一个客户的一个建议 谢谢 好的好的 谢谢David 谢谢 好就是一切都不是在看在那个价钱的方面 当然是不是还有那些value added 或者是你的product的那些优势 或者这些unique selling point 好谢谢 谢谢David 好 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一些问题呢 也许 这一道问题是需要我们的XRBite的这个顾问来 就是回答了 so 这一位attentist呢 Emily 她是问看 XRBite是会帮 阿里巴巴这个平台当然就是在上面要找 如果允许的话一定是希望接到更多订单 还有这些生意啦 我们会怎样去帮你在这一方面去做到这一些呢 其实就是像我刚才所讲的一个 我们就是会一路上一年一整年的contract呢 我们都会陪伴着你 就是说我们会就是technical那边的东西 我们也是会帮你去处理 然后我们也是会帮你做一些市场的分析 就是你的account的那一些分析啊 然后我们也是会给你培训 so种种的这一些呢 其实account里面 就是你本身阿里巴巴account里面的一些操作呢 其实都会影响你在平台上面接收到的一些 inquiry是否是有quality或者没有quality 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些 你的订单的一些数量的这个东西的 so我们可以做的呢 就是尽量在阿里巴巴上面呢 去给你寻找到更多这些有quality的讯文盘 还有那些订单哦 OK 好的好的 Emily 我相信 吴国卫先生已经是帮你解答了这一道问题 就是exalify就是当然会在阿里巴巴那边帮你找生意的 好 那还有另外一道问题呢 就是 maybe是需要Mr.Punk 然后来为这一个attendist来解答了 就是 哦 sorry 其实是可以让阿里巴巴或者是吴国卫先生来解答这个问题 不好意思Mr.Punk 好 那maybe吴国卫先生吧 好 这是在 也是Emily她问的 她就问看这种传统的贸易呢 就是和在阿里巴巴上的这个出口的程序是有什么区别的吗 或者是通过阿里巴巴会不会比较简单的多 compete with那些传统的那些 其实大致上呢 这一些transport 就是这些transport跟export的一些程序上呢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只是利用平台的话呢 你可以更数据化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些data 就是你的这些shipping啊 或者是你的invoice啊 那些通通都可以上载去阿里巴巴平台上面的 so你就比较有 呃 怎样讲 比较organize一点 so种种数据都可以在平台上面看到 这是你offline做不到的东西来的 so transportation这些export的程序上面 不管你offline online也是一样的 你也是需要一些文件 你也是需要custom那边其实是一样的 嗯 这个数据化来讲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很清楚的去track你的那些data咯 嗯 ok就是更容易的可以看到那些呃 你的后务到那里 比如说就是你后务到那里啊 到哪一个区域了这样子的 ok好 谢谢啊谢谢吴国伟先生啊 那还有另外一道问题呢 就是来自呃William Chu 哦 就是他想问一下阿里巴巴是怎样保护马来西亚的 呃 这些啊 买家 如果他们所买的这些货物是有问题了 就是可以退款 或者是呃 那一个shipping fee就是退款的时候寄回去中国的话 那个shipping fee会不会很贵 也许呃需要阿里巴巴的Catherine或者是David 来回答这一道问题 呃我回答吧 嗯好的 OK在我们阿里巴巴有一个function呢 其实叫做Track Assurance 呃在中国我们叫Track Assurance 在马来西亚我们把它列叫做Track Confidence OK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买家 你想要呃就是有一个保障的话 可以通过我们的Track Confidence 这个呃我们讲的features呢 去做一个交易 那这个交易呢它是呃保护两方面啦 第一方面就是for 呃买家呢他没有担心讲说如果今天我的货不对版 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呃我的shipping delay了怎么样会有赔偿啊如果你今天通过我们这个TC的话呢它是有一个protection 这方面的如果呃 啊 cheese suddenly是人不停的呃呃 任何 agenda 呃 cocktail von 可以通过这个体系去申诉呢 要求赔偿啊 我们这里就是我们有一个 会去有这个动作的 有这个action去调查 Investigate further的 就是会有一个很像保障这样子的 就是由阿里巴巴做一个保障来 就是保障把也和这个supplier 这两方面的这个role ok 好 还有一样就是 刚才Villiam也有问嘛 Any Alibaba training program How can Malaysia seller have a commitment 这些东西嘛 其实今天如果是一个商家 成为我们的GJ seller之后呢 你们一进来呢 我们是会有几个training program ongoing的 第一就是basis training basis training呢 就是让你了解 怎样用这个平台去操作 backend要怎样去操作 这些东西我们的渠道会cover 然后我们也有一系列的一些one training for example呢 skill training啊 怎样去提升你的平台的performance啊 这些我们的on going 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有偏排一些training ongoing的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 比如讲说今天你想用TC这个features啊 或者是在平台上里面 go to那些shipping啊 custom clearance呢 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团队呢 他们是focus on这一趟的 就想说今天你有order进来了 你要在online做transaction的话 怎么去通过这个系统呢 我们是有这个团队来guide你们想去proceed accordingly的 好的了解明白 谢谢Catherine你的分享 就是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另外一位Emily了 她叫做Emily Wong 她是想问一下Mr.David 就是刚才Mr.David所分享的这个生产 生产员的这个义产品 刚才David说就是home and garden 马来西亚的厂商会比较没有什么机会 就是请问他们还有 他们就是还可以怎么去做呢 在阿里巴巴这里 那首先一个我觉得 为商家来讲的话 我们的目光的话 不能只盯着中国的供应商 因为阿里巴巴平台是面对的 其实是全球供应商的一个景点 那我觉得就是说 你自己要分析自己的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怎么扬长避短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这也就是对于商家来讲的话 就是哪些商品的话 我是有优势 然后把这些有优势的商品 在网站上进行发布 然后吸引到比如说 这些产品出口的话 在哪些国家是有优势的 那这个其实在阿里巴巴平台上 你通过后台的这些买家流量分析 数据分析的话 就可以得到一个get line的指导 然后的话使自己的商品的话 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出口 到某一个国家和国别 这个我觉得是对于商家来讲 必须要有的一个 就是尤其在线上平台的必须的一个技能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David 好 So Mr. Pung 这边就是有一位 是想了解一下 因为它是首次去做这些外贸 然后它是想问一下 Matrix会有什么 就是可以让他们去了解一下 这些policy 还有这些相关的这些license 关于这些policy的话 我们的 你可以在我们的website可以看到 或者meeting的website也可以看到 然后最主要的话 Matrix我们有很多 就是直接找我们负责那一个行业的部门 他们会给你这些资料 所以如果是讲 你可以email去 info.matrix.gov.my info.alliance.matrix.gov.my 好的 So等一下我们的那个 工作人员就会把这一个email tap上去 So你们如果有任何疑问 关于这个 Export或者是 Matrix的这些 角色的话 你们都是可以email去 Matrix to know for more information 好的 So谢谢各位的这一些问题 So还有一道问题呢 就是我需要全部的这个嘉宾呢 就是来一个分享 就是你们都可以分享出 你们的自己的这个意见 那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现在 你可以看到还有很多那些企业 或者是那些出口商 是对线上的这一些外贸 或者是这些平台 会处于一个很忧郁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们有可能 他们是不敢去尝试 或者是他们 没有去接触过这一种东西 So他们会比较担心的去 就是onboard with 这一些digital的东西 So你们会有什么建议 给这一些企业家 或者是这些厂家吗 So我们就是可以 Mr.无过危险 So我觉得呢 因为就像刚才你讲的 就是没有那个信心 或者是一个尝试的一个想法 可能是基于就是 不懂需要通过什么渠道 去做这一些东西 或者是从来没有人 跟他们提起过 应该去怎样做 So现在 现在这个局势就是 COVID-19的一个迫使之下呢 我觉得很多就基于 没有得选择了 So他们才会去尝试这一些东西 So很多时候是你没有尝试 你就不知道那个结果 很多很多很多 这些中小型企业起初 就跟我讲说 他要等很多东西安排好了 他才可以去做这一个东西 其实是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讲法 我觉得应该的做的东西 就是说你先去尝试 你才会知道说你会遇到什么问题 所以如果你没有尝试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问题给你去 去尝试啊 你都不懂你应该做什么东西 So你就会远地踏步 So比如讲 我们有很多这些 这些中小型企业 就跟我们 join阿里巴巴了 他们一开始也不懂阿里巴巴是什么 然后他们也不懂 有这个平台的存在 直到我们去介绍他了 So一刚开始他也是不会的 然后他也不懂说 原来 因为他一直都是通过offline 然后他就寻找 就来来去去 就那几个repeat order from同样一个国家 因为他的产品 就是可以展示的地方 就是来来去去 就不会出那几个国家 就直到他把他的东西 一放上去 全世界都人都可以看到的时候 他才很惊奇的跑来跟我讲 有一些国家 我连一些名字都没有听过 他竟然会删定当给我 这个不是奇怪 这个是之前 因为没有人看到你的东西 所以他们也不能删定当给你 So很多的一些程序上的问题 也是他们没有遇过的 都是上了阿里巴巴过后 他们觉得 他们才发现到 原来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 才能去下一步的 So他们才一步 一步一步去解决 So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XRBIT身为区道呢 就是有这个医务去一步一步的 然后当然我们也 我们也是有阿里巴巴作为后盾 然后也是有 马克思在那些去提供更多的这些服务跟咨询 嗯 OK 对对 所以我觉得要勇于尝试了 你没有尝试的话 你永远都不知道了 OK 好的 谢谢Vukovic先生 好 那么 不知道 Kathryn或者是David会有什么 就是这一方面的建议给 这一个 attendees吗 OK 首先 我很认同国外所讲的 你肯定是要尝试才知道 后续要怎样去做 OK 因为很多客户 真的是 就是Feedback讲说 我这个设计还没准备好 或者讲说我的厂还在建着 but as long as你有产品 今天不是讲说你要是厂家 你才能在online platform做生意 as long as你有产品的话 你就可以尝试了 那after that 你加入了进去 你才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比如讲说今天我export去Europe 他要的certification又不一样 那要讲去apply呢 你从中这里去学习 你才知道 接下来的procedure process 是要讲去操作的 不然讲说 我要进美国 我进美国 我又讲 In case 美国没有先订单给你 那你怎么办呢 你白白去apply 那个是拿来做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 一个动作不应该 就是等的 是自己去实行先 OK 遇到那个问题 才去解决那个方案 才去找那个方向 去来解决 这个很重要的 就好像 以前我是offline的 以前 加入阿里巴巴之前 我是在另外一间公司 是卖燕窝的 OK 那卖燕窝的时候 我不会啊 我也不了解 到底这产品的内容 分什么市展 肝展 三角展 什么展 我一律不同的 不过 你去碰触了之后 了解了之后 你也知道 原来做export 去哪一个国家 是需要这种 documentation的 OK 如果shipping的问题的话 我可以找谁去解决 从中呢 就会找到很多的一个 direction OK 那很多客户讲说 我是没有 e-commerce background的 OK 我是一个 offline为主的 那现在你叫我是 online的话 我不懂怎样去开始 but 老实讲说 这方面你们不用担心 当你onboard的时候呢 我们是会有一系列的training 让你去 学习 去 让你知道要想去操作的 as long as你有跟着我们 去步骤去做 我们有any event 有一些track show offer到你的话 你来参与的话 你自然而然 你会看到那个增长 你的performance account 会提升的 OK 好 谢谢Catherine 因为阿里巴巴 还有export 都会很积极的 就是去举办 这些webinar 或者是这些training 来给我们的 这些exclusive的 jujet seller 或者是 这一些企业 或者是这些出口商的 so 在这一方面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最重要都是要去尝试先 好 那 Mr.Pong 你有什么 就是 你有什么 就是想要 跟这个attentity去分享 或者是建议他的吗 我稍微补充一下 好 so 的确是 应该要去尝试 可是 我的 想法是 你尝试之前 你要先 稍微做一点点研究 就是研究你的 你的产品在 那一个国家 会不会 有没有demand 或者是 定价是 在什么价位 这样子 从而你可以 再放上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 set好你自己的价钱 而不会 不会讲 当已经有人 order了过后 你才想 我的logistic cost cover不到 就不会有 这样的问题发生 对 就是要做一点 research 一点调查先了 看哪一个价钱 是适合哪一个国家 因为每个国家的 那些病 还有那个价钱 都不一样 好 可以的 谢谢 谢谢Mr.Punk 你的分享 那么Mr.Devitt 你又会有什么建议呢 或者是 这些分享 要给这一位 attendee 我非常认同 之前大家所说的 就是说 会一个新兴事务的话 尝试是 首先第一步 你迈开第一步的话 才会有后面的 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 在迈开这一步之前的话 我觉得 对商家来讲的话 就是要 就是抱着开放的心态 去了解这个事物 而且呢 尤其是做跨境出口 因为我作为一个 就是买家的 就是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 我们之前找供应商的时候 更多的考虑的是说 都是 很多商家 就是站在卖家角度 就是商家角度来讲 我之前都是做出 线下生意 对不对 通过传统跨境貌去做的 那其实 互联网的这个方式的话 因为我本身也是 从线下转到线上 那其实 互联网的这种 就是说线上的跨境 B2B的方式的话 更容易帮助客户 去开拓新兴买家 尤其是在 比如说目前为止 像P2C网站 这种 就是更加就是发达 包括Amazon 这种的话 那其实我们产生了 在互联网上面 产生了很多 那种新兴的买家 他们在对于 就是说商家来讲的话 其实是没有 Ctrl Power的 如果是说 作为一个大买家 我所有的价格 质量 交期什么东西 你都要按照Follow 我这个就是 这个买家的这个要求来做 对不对 必须达到 不然的话 我就把你kick off 对不对 其实对于就是说 很多商家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现在 如果是说 传统贸易在做 然后那我自己的商品 是有竞争力的话 其实更多的 更应该考虑的是 互联网的方式 去获取一些新兴的买家 然后的话 这些买家的话 对他来说 你是有8星超 你只有8星超 为什么这些商家的话 没有办法 首先一个 就是他有payer chip 对不对 就是说我去拜访供应商 但是我对自己产品的话 如果你做传统贸易的话 对于买家来讲的话 你的商品质量是有保证的 因为之前我给 比如说某某某这品品牌 做代工 我的商品质量价格 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 那如果是说 我在线上 做线上转型 做线上以后的话 能够获取更多新兴的买家 这产品的话 能够就是获得更多的买家 而且互联网上的 这些新兴买家 一点成长起来 我拿比如说Amazon的一些 就是说 一些比如Amazon商的 一些Sailor来看的话 很多商家 其实AmazonSailor的话 就是在阿里巴巴 就是这种网站的话 去找供应商 找到以后的话 他通过某一个产品的话 然后慢慢慢慢 自己把自己的Business做起来 所以说这一类的 其实是我们不能只关注 就是说传统跨境贸易里边的 就是那些 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买家 因为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你更多关注的 就是上了互联网以后 更多关注的是一些 新兴买家 新兴群体 这个才是我觉得 就是扩张Business 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这个尤其是思维上的转变的话 我作为自己一个买手来讲的话 这个思维转变一定要有 不然的话 我觉得就是很多机会的话 就是说 因为你想很多类似于这种 国集团采购 对吧 就是Sourcing Office 他们都是一些大型买家 他们对于商家的要求的话 你本身自己的要求 产能 价格各方面都符合要求 那我还不去找 就是说做匹配的 匹配的买家 对不对 那通过某某的方式 能够找到自己 match的一个 就是说买家 然后 而且这份买家 相对来说 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你 就SME商家来讲的话 更多关注的 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好 谢谢 谢谢Mr.David 因为你如果你把你的就是这些你的product呢 你的产品的都放上互联网 就很像阿里巴巴这个平台的话 就是你可以让大家都看得到你的这一个product 就是你不是很就很像 你可以就是利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叙事 还有这个power去showcase 或者是increase你的这个product的这个exposure 这个扑广率 好的 谢谢大家的这个 David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就是我给就是说 尤其是准备就是有日向上 这个阿里巴巴.com平台的一些商家的一些建议 就是做everything所有的事情 人是第一关键因素 你做这件事情的话 一定要有投入精力时间 做任何一件事情 所以说你做互联网或者做线下一样的 就是人的这个精力一定要放上去 那如果是说很多客户啊 就是抱怨说哎我没时间 那你花了钱 花了时间精力 这个时间精力一定要投入进去 那才能把一些做好 或者是说做到自己想要的一个一个一个要求 所以说这个是我给商家的一个建议 谢谢